今天这个故事值得所有人都好好听一听 尤其是在接下来这个特殊的过年的日子里面 我的一个远方的亲戚 一月中旬的时候跟老公提了离婚 他老公呢也同意了 但是因为要一个月以后才能领证 正好又赶上过年了 于是两个就商量着先把这个年过完了 过完年再去领证 不知道他俩是因为觉得这是他们俩最后一起过年 还是觉得眼看着就能解脱了 就也不怎么吵架了 俩人的心态也放松下来了 他老公还提议说 大家好聚好散 好好的过好最后一个年 还提出来了 要按照小时候过年的习俗来过 小年那一天 他们做了年糕 还祭拜了赵王爷 那月二十五那一天 他俩结婚快十五年 第一次合作 愉快地把家里所有的角落都打扫得特别干净 连玻璃都擦得特别的透亮 那月二十六那一天 他俩开始准备各种过年吃了肉 卤了一只特别大的肘子 他俩呢 还一起去菜市场买了很多过年用的年货 二十七那一天 他俩开始洗衣服洗床单 以前床单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洗一个人晾 床单太大了嘛 他每次弄的时候都弄不平 就是晾干了很多时候都是皱皱巴巴的 可是这一天 他老公和他一起就这种拉拉扯扯 就这样就把那个大大的床单叠得平平整整的 再去晾到衣架上 二十八他俩一起贴了春棉 他老公还专门买了冬青和辣梅 把家里装饰得特别的喜庆 熟悉夜 俩人一起做了一顿丰富的年夜饭 跟孩子还有老人一起吃 他和老公还碰了一杯酒 什么都没说 但俩人突然就哭了起来了 家人看到了以后就说 这一年真的太不容易了 但是你看 这不是过来了吗 俩人就说 对啊对啊 过来了 今儿不是初一吗 他早上跟我拜年 然后就跟我说 小龚你记不记得 之前我俩感情不太好的时候 你给我说 让我俩一起找一些可以一起做的事情 让我每天或者每周 都要有一个小小的仪式 但是我觉得太麻烦了 而且我俩向来就各干各的 不怎么互相配合 我觉得他也不可能跟我配合 但是这一次过年 我俩一起干了很多事情 我现在突然有一点不想离婚了 但是我看他呢 他其实好像也有这个意思 他好像也不想离婚了 现在很多人经常说 过年没有年味了 可到底什么是年味呢 年味不就是一家人在一起 无论好的坏的 但是在过年的时候都是好的 无论辛苦的疲惫的 但是一家人互相配合的 就是快乐的 无论平时看对方多不爽 但是过年的时候 就可以把所有的恩怨情仇 通通放下 好好的和对方碰杯 以笑敏恩仇 互相助彼此来年更好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才发现 其实你们还相爱 你们内心还有爱 你们对彼此还有期待 你们还可以一起走下去 你们才是往后余生 那个唯一的伴 这就是我觉得 过年应该有的样子 也就是过年的年味吧 当然我也希望你们在评论区 告诉给我 你们希望的年味 是什么样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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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